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营养物的一个吸收 从而出现血脂升高 高血脂的患者可以出现头晕 睡眠增多 失睡 肢体一个麻木的情况 严重的高血脂患者由于血液粘稠度增高 非常的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 平时可能伴有胸慢气短 尤其是活动后容易加重 高血脂的患者还容易并发这个急性一线炎 可以出现腹胀 腹痛啊 今天各位养生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健康问题啊 都可以过来问孟老师 今天又是孟老师爱操心的一天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说到蒲公英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一到夏天随处可见 其实蒲公英是中草药的一种 有很大的药用价值 很多人都喜欢用它泡水喝 都觉得它的作用有很多 其实它真正的药用价值就下面三种 第一 可以清热解毒 蒲公英特别适合用在一些热毒疾病中 如果人体出现很多的热症或者是化膿性疾病 都可以用蒲公英 尤其是对于清干热效果更好 还有就是伤口感染或者是化膿了 就可以选择用蒲公英泡水喝 第二 可以消庸散结 像家里有人出现高热不退 臃肿 疮肿 疮毒等症状的 可以用新鲜的蒲公英液或者是晒干之后的蒲公英泡水喝 就可以帮助缓解症状 还有如果是刚生完孩子的女性 可以用蒲公英泡水喝 对通乳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 可以利尿通淋 除了有上面两个作用 还有就是通力小便畅通尿道的作用了 所以比较适合水肿的朋友 虽然蒲公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奇 但是还是有一定要用价值的 平时养生喝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哦 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美好生活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喝茶养生 尤其是江浙一代的人 那坚持喝茶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 很多人都喜欢喝绿茶 绿茶不仅香气浓郁 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 经常喝绿茶会给身体带来四个好处 好处一 可以减肥 很多爱美的女性朋友都喜欢喝茶 因为茶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并且茶的热量很低 有助于减少体内的脂肪堆积 所以有很好的燃脂减肥的作用 好处二 可以提升醒脑 很多人在犯困的时候就会喝一杯绿茶 这是因为绿茶含有大量的咖啡碱 能够促进神经中枢和大脑皮层性分 所以常喝绿茶有助于提升醒脑 而且还能够缓解偏头痛 好处三 可以延缓衰老 绿茶中含有的茶多酚 可以清除自身的保护细胞膜 能够起到延缓皮肤衰老的作用 所以非常适合爱美的女性朋友 用来美容养颜 好处四 可以预防癌症 因为绿茶中含有大量的茶多酚 而茶多酚能够有效的杀死癌细胞 还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所以常喝绿茶可以帮助预防癌症 虽然绿茶好处多 但是一定要适当的饮用 不要喝的太多 而且茶叶冲泡的次数也不易太多哦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皮肤的好坏对于我们女人来说呢 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女性朋友皮肤会暗淡无光 看起来憔悴又显老 那么平时我们应该怎样保养自己的皮肤呢 下面给大家推荐四招 第一 清洁很重要 很多女性朋友都有化妆的习惯 还有在外面一天 很多的灰尘和杂质都会停留在脸上 如果晚上不洗脸的话 时间长了就会导致皮肤出现暗沉 缺乏光泽的现象 所以一定要好好保护脸部皮肤 那么早晚洗脸就非常重要了 这样可以及时洗掉脸上的残留物 第二 巧用爽肤水 因为爽肤水含有植物美白的成分 可以起到第二次清洁的效果 还能够软化脚趾层 让皮肤更好地吸收水分 所以经常用爽肤水可以帮助皮肤补水 起到美白皮肤的效果 第三 妙用面霜 想要好的皮肤光洗脸还不行 在涂完爽肤水之后 应该及时的涂上面霜 这样就可以锁住水分 不让水分流失 让皮肤更充分的吸收水分和营养 但是不要过量使用 要不然会长脂肪力的 第四 选择适合自己的面膜 很多人由于肌肤缺水 皮肤就会变得蜡黄不紧绷 所以应该定期的使用面膜 这样既可以补水保湿 又可以修复皮肤 让皮肤恢复红润 透明 那日常生活中 保养皮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一定要持之以恒 只要长期坚持 皮肤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通过跑步来锻炼身体 但是有些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前一天跑完步 第二天就出现大腿酸痛 那有严重的还会因为肌肉酸痛 连走路都很困难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又该怎么缓解呢 一般跑步之后 大腿酸痛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运动 那另一个就是运动量太大了 超过了身体能承受的 那如果是长时间没运动的话 然后又突然运动 这就很容易造成大腿肌肉酸痛 还有如果自己运动超过了身体 所能承受的运动量 那么腿部就会不适应 导致大腿酸痛 那当遇到这样的情况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先给自己的腿部按摩按摩 然后多拉伸一下自己的腿部 等大腿酸痛缓解之后 再进行适当的锻炼 这样有助于我们腿部肌肉的放松 就能够缓解腿部肌肉酸痛了 那么应该怎样预防这种情况呢 可以在跑步前做一些热身运动 一般5到10分钟就行 适当的拉伸一下自己的韧带 和腿部 而且在跑完步之后 也要拉伸一下 或者是对腿部进行按摩 使腿部肌肉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预防运动之后 大腿酸痛了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养生小知识 关注日常养生课堂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